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远禀赞顿没有当回事 可公子姨高母亲又带着儿子走到赞顿家中 又哭又闹让赞顿非常为难 最终赞顿被他身心折服 于是就拥立了姨高接位 也正是因此赞顿被这个女人给太惨了 姨高就是后来的晋灵宫 晋灵宫上位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赞顿专政越来越不满 除此之外 晋灵宫还非常的残暴 特别喜欢整人 整日拿着弹弓把人打得头破血流 看到大家东躲西藏的样子 让他格外高兴 更令赞顿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被他一手拥立为王的君主 却对他也产生了杀念 两次派杀手刺杀赞顿 幸好赞顿与贵人相救逃走 之后赞顿通过政变 让足迪赵川杀了晋灵宫 并另立了新军 之后赞家和姬家彻底结仇 才引出了明随千古的赵氏孤儿惨案 而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 全都是来自姨高母亲的库号 扰乱了赵顿的判断力 妄而错误地拥立了晋灵宫为晋王 可以说赵氏孤儿是一个女人引发的血案 从前面的小故事 大家就能感受到 在羁斑上位期间 周王室完全没有任何存在感 指数上很少有关于周王室的记载 反而各处国战斗内乱 精彩不断 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到这儿 下期咱们接着往下讲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观众记得点一下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